一近休息室 韓國瑜立刻張開雙臂 給老同學立心線上大大擁抱 兩人老交情 沒客套 直接單刀直入敏感話題 我是事業代表妹啦 差不多是同行的 分不就業代表 沒有喝酒代表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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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語化尖銳 唯幽默 反倒鬥得麻了天后立心 笑個不停眼見 韓國瑜西裝有些灰塵 立即立刻貼心做了這個舉動 沒有什麼跟自己成功 不要有限制 限制就不好玩 你要麻辣一點去 你要麻辣一點 麻辣街后功嗎 是啊 你真假的西裝好強 我西裝很小了 我就張了 不會啦 你就麻辣街后 你會麻辣 你是被耽誤的 那個中原者 某一個縣長 我可以給你開個節目嗎 好 無序彩排 兩人一搭一唱 渾然天成的笑點 信手撵來 短短五分鐘立刻討論結束 反倒是韓國瑜回頭跟立金 講了這句 一小時錄好錄滿 現場來賓道直播單位 大讚韓國瑜真性情 立即強調自己 一路相挺 再替黑函打爆不平 支持她是合理的 因為畢竟我只認識她 其他我是從電視上看到的 合理吧 而且只要你靠近了她 我真心的聽到的 就是身邊所有的每一個人 在旁邊都說 她人好好 認識她的人都 每一個人都這樣說 每一個人喔 她裡面自己很晚 還在加班 問她累不累 她說不累都不累 然後就說你趕快回家 你們去休息 當然理性很重要 但是感情這個層面 在治國上面 我覺得更重要 不顧外界 風風雨雨 麻辣天后 堅持自己所見所幸 好不猶豫力挺 老同學到底 謝謝詩詳閒 張宇軒達不到